今天說新聞時間要帶大家來回想一下 之前蔣萬安跟柯文哲在市府交接的時候 是不是被問到小內閣人事實 講到這個像煮飯一樣 你不能一直打開鍋蓋 必須要悶一下 那麼柯文哲當時還酸說 那悶久了可能變稀飯 不過現在準臺北市長蔣萬安的小內閣人士 有譜了 這鍋飯不會糊了 已經確定找來了高雄市的前副市長李四川 來擔任臺北市副市長 蔣萬安認為他口中的李四川也就是川博 過去在臺北市的公務機關服務了二十五年 也當過衛工處長跟新工處長 然後也做過新北跟高雄的副市長 所以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沉穩精準的市政判斷 重要的是調和鼎耐的協調能力 有助於未來跨縣市合作 是現在臺北市最需要的全方位人才 而根據瞭解李四川已經跟蔣萬安初 初步討論人事 而另外傳出放棄連任的七連霸 臺北市資深議員陳永德將出任民政局長 並且蔣萬安還有意延覽媒體人羅旺哲來擔任市府發言人 蔣萬安說第一波人事安排 下個星期就會正式的來跟大家介紹敬請期待 而其實蔣萬安有意要進行組織改造 包括工訓處跟研考會打算想合併 兵役局也可能跟民政局合併 他也想升格都更處為都更局強化都更功能 並且也打算要成立青年事務局 至於準新竹市長高宏安 傳出他就任的時候 在立法院的辦公室助理 是一個都不會帶去新竹 所以這些助理都已經在打包跟找工作了 整個辦公室的氣氛相當低迷 對此辦公室發言人徐千晴說 有關新竹市府的人事佈局 目前都在徵詢及面談的階段 高宏安絕對沒有跟柯文哲市長 因為人事有口角爭執 而新任的團隊絕對秉持著用人為財 市民福祉優先的原則